镇报警察发射催泪瓦斯罐 驱离占据街头的抗议民众 这样警民对峙的激烈场景 从去年底就不断在 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上演 就在2月下旬 苏鲜民玻利维亚民众 响应全国罢工行动 向明年打算搅逐 第四届总统任期选举的 现任总统莫拉雷斯 大声说不 表达反对立场 2016年2月 玻利维亚人民针对 已经连任两届总统的莫拉雷斯 提案修宪取消总统连任 限制进行公投 结果是51%公投民众表示反对 莫拉雷斯在第一时间表示 将尊重公投结果 不过莫拉雷斯领导的执政党MAS 却在下半年以侵害人权为由 要求最高法院废除现任总统 寻求连任的法定门槛 11月玻利维亚最高法院 正式否决宪法与选霸法中 有关选举连任的限制 也替莫拉雷斯2019年 再度参选完成铺路 抗议民众拿着波利维亚说不的标语 挥舞着红黄绿相间的波利维亚国旗 然而同一时间支持莫拉雷斯 且以原住民为主的群众 也上街游行或别苗头 2006年上台身为第一位当选 波利维亚总统的原住民族 莫拉雷斯在原住民族社会 始终拥有高支持率 而目前莫拉雷斯的全民支持度 徘徊在50%上下 面对民众反弹声浪 莫拉雷斯表示 他本人其实非常乐意卸下总统职位 是他的支持者不断推举他争取连任 原思新闻网易 卡罗 编译